各位观众 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在这里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是福人大学外移学院的宗教辅导 我叫吕慈涵 很高兴能够在复活节第五主日的这段时间 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一周的福音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前 我愿意邀请各位观众 手边是不是可以有一本圣经 而且开始翻开《入王福音》第十四章 让我们不只是在听圣言 听道理 我们更要养成随时翻阅圣经的好习惯 我们的慈母教会安排全球的基督徒们 会按照耶稣的生命轨道 来散度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来为基督做见证 复活期的第五个主日 教会为我们安排《入王福音》第十四章 到第十五章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入王福音》的重点在于处理 耶稣是谁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处理的问题 基督是谁 基督为我是谁 基督为这个世界是谁 为我们门徒们来讲 我们真的认识他吗 我们该怎么样跟随他 我们怎么样地继续基督的事业 这是《入王福音》要处理的重点 也是我们在读《入王福音》的时候 需要掌握反省的核心思想 然后再进入到《入王福音》十四章 十五章的编排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放在耶稣为门徒们洗过脚 共同举行过最后的晚餐 并且提出了彼此要相爱的临别证言之后 才有的十四章的一个记录 但是按照礼仪的安排的概念 我很愿意从复活节的角度 以及我们人们 基督徒们在经验复活节所会产生的反应 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回想 耶稣从复活开始到现在 门徒们的反应 我们回去想过去这几个礼拜 门徒们的反应会什么呢 躲藏 害怕 即使看见了还看不到 怀疑 相信 其实这些都说明了 耶稣复活的奥基 对人类的历史 对生命的经验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要接受复活的奥基 他必须是一个恩典 他必须是谦逊的 所以我们也不否认 人必须经历过许多的质疑 否定 一直到悔改 亲自去验证之后 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像 保禄门徒说的 穿上基督 跟基督一起同行的门徒 好 那在今天的主日里头 首先我们愿意引导大家来看 第十四章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在经文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 我们在经文 我们会先看到一些对比 很强烈的对比 在十四章第一节 先开始说 你们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 其实就文学的处理上 烦乱跟信赖 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为什么会有烦乱跟信赖 这样子 跟随耶稣 必须走在一个信靠的路上 那在整个福音中 也告诉我们说 门徒是特别被耶稣 从这个世界拣选出来的 他是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的 世界带来的是一个 一个烦乱 那只有透过一个信赖的过程 才能够去为耶稣作证 那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特别要 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起来看 耶稣怎么样跟多默 跟菲利伯的对话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场景 如果我邀请各位姐妹弟兄们 也当作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参与里面的对话 我们会看看 我们看到多默问耶稣 问了什么话 多默他不知道耶稣要去哪里 但是耶稣回答说 你不要管我去哪里 但是你要经过我 那耶稣也对了多默 提出了一个挑战 你们如果认识我 哎呀这个对多默来讲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跟耶稣这么久了 可能怎么还不认识呢 复活后的耶稣 要跟我们讲的认识 是另外一个认识 他是一个建立深度生命 分享关系的认识 也是等一下在未来的这一周 我们要谈的一个重点 我们如何认识耶稣 跟他建立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看 菲利伯又问了耶稣 什么样的话 很好玩 对不对 那么多门徒 跟耶稣生活这么久 还要问那么陌生的话 特别又是在 耶稣复活在提出来 所以这个就印证到了 落网福音 他要处理的问题 耶稣到底是谁 那菲利伯问说 主啊 把负显示给我吧 耶稣却回答说 菲利伯呀 那么长的时间 你跟我相处 你还不认识吗 所以原来 不是原来 菲利伯所认识的 那个耶稣 所以在这里 复活的讯息 给我们提出 一个很大的挑战 菲利伯不但 还不认识耶稣 也不知道 耶稣要去哪里 所以这个是 整个复活的奥记 要我们用 每一次现在的生活 去验证 跟基督一起走这条路 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也想一想 如果现在 复活的耶稣 就站在我们中间 你要问他什么问题 你有问题 可以问他吗 其实我们 我们并不担心 你问耶稣问题 我们更担心的是 你不知道要问耶稣什么 如果一个基督徒 对自己的信仰 没有开始质疑跟挑战 那就没有所谓的追寻 所以借着今天的福音 我们是不是可以反省 好 这两位门徒的问题 是不是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问题 而耶稣最后 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相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业 他也要去做 什么是耶稣的事业 我们想过吗 我们在地上 一起建立天主的国 耶稣把教会交给我们 复活后耶稣 许下圣神 跟我们在一起 他的事业在于哪里 他的事业在于 我们会听 听懂耶稣的话 我们会说耶稣的话 我们会做 耶稣所做的事 耶稣所做的哪些事情 我们接下来几天 回到福音里头去看 所以今天的 跟大家的分享 在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前进的动力